现在是早上的7点20 这是紫阳火车站 今天早上我要坐火车去四川省的达州市 下边是汉江 这边是茫茫的大巴山 最近一直在下雨 今天是阴天转大雨 吃个早餐 一个菜姜摩 一个西饭 火车好像是晚点了 特别特别阴城 昨天下的是暴雨 在汉江边上吃个早餐 菜姜摩三块钱一个 西饭是一块钱一个 这趟车是成都开往北京西的 我买的是特二三七四 空山开往重庆西的一趟火车 它早上从紫阳七点四十四发 到达州的话需要两小时五十分 十点三十四分就可以到达州了 这边都是四川与陕西的交界之处 比较近吧 七点半了 现在近站休息一下 马上发车了 这趟车的话已经晚点了 停止点票 其实都没来 还不能确定啥时候到站 厉害吧 我还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说是 现在不能确定啥时候进站 你太大了 最近 安点的 每一趟都晚点 不行就退票吧 这个没有具体的时间说是啥时候来 从四川发过来的正常发 但是进四川的车还没过来 退票吧 退票 能退三十二块五 说明能等到车的概率不大 从四川到陕西这边是正常发的 还可以去安康去那些地方 但是从陕西到四川没过来一趟车 等于说现在它晚点的话也没啥时间 比如说晚点三十分钟 对不对 一个小时 没有 梦的话就是无法确定 啥时候过来 这两天陕西这边雨太大了 那个山区里面 能理解吧 反正也是全票退吧 也没有收啥手续费 原来的话应该有手续费的 这次没有 还是找个地方睡觉去吧 不耗了 下午再说吧 等待 继续休息吧 再注意吧吧 也不贵 如果你坐在火车站等等 你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 我估计最少在下午了 昨天我听他们说 那个动车的话是下午五点多才到的 我是不等了 还是继续住吧 我都服了都 你说这同用怎么回事 最近的同用的话是好不了了吗 待会的话再去测个血压 感觉头都快炸了都快 挺严重的这次感觉 平时的话也没这种感觉 现在还没有下雨 等到十点多的话 又开始下雨了 又是大道暴雨 前边是亡比山 今天就在这边休息一下 洋阳被誉为小重庆 看这际形是不是和重庆差不多 要不下雨的话 起码江面没有那么多雾 今天这个汉江感觉 水流没有那么急了 昨天那个水流特别急 雨太大了 雨一开始又下了 还是回去睡觉吧 哪里都去不了 小巴士也停用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 现在有火车往四川方向走了 明天的话再看一下 能不能到四川去 洋阳反之是不行了 紫阳这边已经没票了 先好好在这边休息吧 如果洋阳晚上再不下大雨的 明天应该没啥问题 本来的话想去那个五省会馆 应该也是没有公交车的 这边的话好多小巴士都停用了 还是看看汉江得了 雨不是很大下着小雨 今天明显比那个昨天那个雨小多了 昨天的话一出来的话 红身都湿透了都 今天的话我穿了一双拖鞋 感觉挺好 在这个雨中漫步 对面擒靠的全是这种 这是踩沙船吧 那边是客船 要是今天不晚点的话 现在已经在达州了 这个是汉江大桥 上边那个是高速 沿着山脚下的 就在江边看看吧 没地方去啊 现在被控在这个地方了 原本我打算退票之后 买一个到安康的 结果我看那个安康的是下午的 没办法了 我只能住在这个地方了 早上的八点多 你说等到下午一点呢 还比较麻烦 所以我就选择住在紫阳 再住一晚 站在汉江边上发发呆 我上游走的话是石泉县 这边距离石泉也不远 但是不同车 去不了四川的话 直接去石泉也可以 是不是 这个地方好像可以去汉英县 这场雨的 要下到9月28号吧 差不多 还早着 今天这个船发不发 好像也是不开 我昨天问了一下 他们说是雨过天晴之后 这个船就开行了 再看一下紫阳县城吧 紫阳来过好多次了 也介绍过好多次了 就不再介绍了 都不知道干什么了 现在睡不着 想睡觉睡不着 转发吧 下着雨 也不知道去哪里 那个游龙的坐着比较贵 好了 在城区去吃个饭 回房间了 这样转的话也没啥意思 休息一下 我看见了一艘船 刚靠在那个码头了 过去问一下 刚好靠在那个港口了 好像是没人下船 没人没人 应该是不发 紫阳县城还是真漂亮 一山傍水 大江大河 反正没事干 过去问一下 看明天早上有没有船 紫阳港客用码头 这是紫阳到洞河的搬船 紫阳到洞河早上8点10点11点12点 基本上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一趟 车次是越来越少了 原来车次比现在还要多 这个搬船 今天这个水位的话回上来了 发现没有 我昨天拍的时候 这个水位的最起码往下降了5米往上 昨天一场暴雨的水位又长起来了 船也能倾靠了 昨天那个船的话好像一直靠到那个脚上去了 下面都有泥了都 主要是现在坐的话回不来了 我知道今天有船的 我就不在这边住了 我直接坐船去那个小镇上住宿了 他主要我昨天问的时候 他跟我说是下雨没船 青虾可定是雨小了 所以开始有船了 再一个昨天那个水位也太低了 都不知道吃啥 又下大了 这会儿雨又下大了 买20块钱的肉 猪头肉 不知道吃啥了 买点凉菜吃 把凉菜喝了 牛花了20多块钱吧 想切点 牛太少了 人家不愿意切 住在这个地方特别方便 公交车就停在门口 上楼 老房间 看一下我的晚餐 花了20多块钱 20块钱的牛肉 几块钱的菜 20块钱牛肉 人家说 哎呀 这菜太少了 我没法切 我说你给我切一下吧 我就想淡一个嘴 看一下这个凉菜 这是豆腐 这是花生米 还有一些莲藕 这是牛肉 这是豆干 反正搭配 挺全面的 还有一些木 牛肉 哇 这个凉菜好吃 这边都是川味 和四川差不多 我想吃那个蒸面 安康蒸面 都卖完了 蒸面的话 主要是早上和中午卖 晚上很少 米饭的话 也不小吃 米饭前的车子 还是比较少的 火车 后天的话 就开始多了 昨天上出了个好叫 这个房间的话 比较安静 这个冰箱的 二楼就一间房 就这间 别的全在楼上 晚上的话 我会把那个 外面这个蒙一关 这边还有个蒙一关 委员是个客厅 挺舒服 牛肉全在下边 味道挺好的 腿膝盖 感觉不舒服 今天走路走多了 要休息一下 让腿 好了 各位 今天坐火车 也没走成 明天继续坐火车 明天车子还是比较少 后天的话 车子就多了 咱们下个视频讲 我好好睡一觉 拜拜 各位 我好看 我好看 谢谢大家